人只在乎我为之付出了的东西 因为他没有付出任何的东西 他怎么可能会在乎你呢 你在最开始 第一次他说不愿意跟你结婚的时候 你就应该做 让孩子来拴住一个男人 就是更大的错误 姑娘为婚生子想结婚 但却遭到男友无情拒绝 这究竟是他设计的爱情骗局 还是里面另有隐情呢 25岁的小秦和男友小王恋爱9年 每次只要他提出结婚男友 就会百般推辞 直到后来自己意外怀上了身孕 但此时男友又一担心 他孕期不是唯由推迟婚礼 而这一推就是三年的时间 眼看着小儿子即将到上幼儿园的年纪 但男友许下的婚姻却迟迟没有兑现 气氛至于小秦只好找到节目组的帮助 那他今天是否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呢 两人当初又是如何相识的呢 03年是通过QQ恋爱设施网恋 稍微结束了一下 没有说具体是 我追到06年开始确定恋爱关系 他是广西的 我是江西的 然后我去那边找他的 后来就一起出去打工了 然后这样子那时间长了 坚持了一年多 我才把他追到 原来这两人还是网聊认识的 不过一开始小秦还挺矜持的 没有通过男友小王的花言巧语快速在一起 但从他们恋爱后 小秦的智商就开始直线下降 恋爱中的女人都是傻子 这句话一点都没错 因为小王不仅成功哄得他辍学出去打工 两人还直接同居住在了一起 要知道那个时候小秦才刚刚18岁 正是对新鲜事物懵懂的年纪 但却被心机狡猾的小王直接拿下 可既然两人已经携手走过这么长的时间 还有了小宝宝 小王为何对于结婚的事一拖再拖呢 在他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因为可能中途就出现了一些小误会 可能就这样子 09年的时候我们谈过一次结婚 最主要关系可能是经济条件比较差吧 然后又觉得自己还年轻 配合了一下子说我们能不能晚一点结婚 那这个结婚是女生提出来还是男生提出来的 09年的时候 我提出来的 你家人是个什么意见呢 那个时候我家里面说 只要是你自己选择的 他们都同意 那就09年这事就错过了 后来呢 后来到了12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手上稍微经济稍微好一点 也赚了点钱 就准备想结婚了 就去跟他父母亲要付个本 办办结婚证的时候 他父母亲不同意 也就是说你们都谈了这么久 从06年现在谈到12年 现在才来说结婚 小王这话说的可真虚伪 说什么误会 恐怕不想结婚才是他的最终目的吧 但就这他这种心机男人来说 又怎么会把过错揽到自己身上呢 这不 很快他就将责任推到了准月父母身上 但他的埋怨真的很没有道理 人家辛苦养育女儿十几年 你说骗走就骗走 还不能允许被骂几句了 这未免也太小肚鸡肠了吧 那这个事后来怎么样了呢 这个事就僵在这了 对 因为是自己选择的嘛 我还是选择 认定他这个人还可以 父母再反对我也要跟着 就跟我父母拉出闹得好僵了 这小秦也真是不孝顺 虽然父母反对 但他们肯定有自己的打算 可小秦的做法实在太伤他们的心了 不过当时沉浸在恋爱中的 他也不自知 坚持认为男友小王就是自己要找的良人 不过呢现在看来 父母反对的恋情一定要遵从 这不小心可是吃了大亏了 那么在这之后 结婚的事情又怎么说了呢 难道再次搁浅了吗 对于这件事 我们的当事人男友小王可是有很多话要说 到了14年的时候 我突然间怀孕了 意外怀孕了 我就说把小孩生下来吧 生下来之后我们再结婚吧 因为那时候肚子一轮大了 我说拍结婚章各方面不好看了 我说把小孩生下来结婚也是一样的 毕竟我们也谈了这么多年了 就这样子 因为可能中途就出现了一些小误会 可能就这样子 亏得小王好意思说误会 敢做不敢当啊 当初怀孕的时候说的好听 现在孩子都满地跑了 在这车那么多没用的 要小别说啊 什么误会都瞎扯 真正主要的是小王赶紧把结婚证领了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才是正事 不过话是这么说 咱也得听听女友小心内心又适合想法呀 但她还是讲起了 从怀孕到生下宝宝自己的心理感受 我那个时候的心理打算要这个孩子 就是因为她这个人对我还可以 为什么今天到这儿了呢 觉得她这个人每次对我的承诺都没兑现 现在才发现男友人不行 早干嘛去了呢 还跟人家未婚先月 现在好了吧 孩子生了人家又不跟你结婚 真是个傻女子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个小王到底是有多长 竟能演的小钱这样评价男友呢 因为她是做服务行业的 接触的女性比较多 异性太多了 在我凡孕期间 回她家养胎 她说没什么时间就好少回家看我 因为凡孕的人脾气就比较暴躁嘛 一个人在家又觉得比较孤单 当她回家看我的时候 整天就拿着个手机微信 跟女孩子聊天 哦 你怎么知道是女生呢 因为她聊得比较认真的那种 当我走在她后面的时候 她都不知道 跟人家发信心就说 好烦躁 我想你了 一个字 绝 而且每天电话 一接电话接个几十个 这属实有点过分了吧 自己的女友承受着怀胎十月的辛苦 她却在外面搞三搞四 甚至回家来也不安分 这让小秦心里会怎么想呢 那么也不能只让小秦一人埋怨 咱总得给男友小王解释的机会啊 那她会怎么回答此事呢 因为我在那边是坐地理啊 人家老板基本上不在那边 因为一个店有100多号人 就是我全全一个人在那边打理 事情的确是比较多 我在家里 我的确我承认 我是在家里经常接电话 可能一天下来 可能接个十几个电话 是最少是有的 至于发微信这个事情 我要解释一下是这样子 我在家里可能包括店里的工作 有很多事情 我回到家里也不安心 我说我跟朋友聊一下 我觉得我自己好烦 怎么样子 工作压力大 怎么样子 可能回到家里 可能这边老婆刚好怀孕了 可能心情一波不准好 跟他说到两句 他就冲我发脾气 怎么样子 然后我说我好想你的话 是这样子的 他们说 你现在公司不在公司 我们这边员工都很想你 怎么怎么样 因为是单个跟我发的 所以我就顺便肥了一句 我说我也好想你 就刚好被他看到了 这还是真是巧啊 刚好在和妇女之友聊天 又刚好被怀孕的女友小秦撞到 这说下话不打草稿的本事 也不知道是哪学的 真是个秀啊 因为要真是正常的工作同事 发这些词语不说别的 为了避嫌也得说个你们呢 显然小王的解释有点牵强 而女友小秦看到这一幕 更是气不过 继而又控诉起了 他另外一件过分的事 那这次又是发生了啥事呢 还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就半夜的时候 人家打个电话叫他出去 KTV玩 他半夜三个人 高也不会告诉你 他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去玩 哦 是同性朋友叫他去 是女性朋友 你为什么要去呢 他怀着孕 你陪陪他不就玩 你不是回家就是为了陪他的吗 没有 只是那时候 好久没见的朋友 可能打个电话过来了 不是说出去聚一下怎么样子 可能刚刚又到家 我说这么晚了 你就先睡觉吧 我先去玩一下这样子 我也跟他说过 然后他也不能理解 他说你玩就玩嘛 一玩就玩到个两三点三四点 毕竟大家是年轻人 可能就K下歌之后 然后吃一下宵夜 然后就说就搞得比较晚回来 看来这小王还真不是傻好东西 孕妇本来就敏感多思需要陪伴 但他却常常不顾孕中女友 跑去和胡鹏狗有鬼混 难道那些人还抵得过自己的老婆孩子吗 所以说这样的人渣就该早点当垃圾扔掉 省得跟着他整日着急上火 惹人不快而且小秦还愤怒的说道 除了这些其余的男友在他怀孕期间根本就没路过几次面 好像把他扔在老家就可以高枕无忧一样 而男友自己则在外面过得潇洒之急 有时候会打电话但是我有时候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他都是有时候不接啊 有时候就好吵啊有女孩子在身边啊 那我这个是工作啊旁边有很多女同事在 而且我公司里面也有很多同事你也认识啊 你也知道是什么情况是不是 我呸小王这话说的 就算女友小秦认识他的女性同事那又怎样 有句话说的好 在眼皮底下乱玩岂不是更刺激吗 或许他就是这样的人 而且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如果不是他自己本身有问题 又则会沦落为妇女之友 哦不也说不定就是实实在在的海王呢 而女友小秦紧接着说的话 也证明了众人的猜想 因为我是通过他公司里面的同事告诉我的 他说你男朋友在这里 跟那些女孩子还蛮有女人缘的嘛 他说这里女孩子感冒了 还背他去打针 还陪他两天 他说还有女孩子跟他洗衣服 哦 端饭给他吃 哦 他说什么哎呀 对他还是蛮好的 哦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求比特问卷 男孩在他怀孕期间 你肯定是有一些暧昧的这种举动了 至于不中可能还没到那一步 但是至少在那段时间里头 你没有尽到自己一个丈夫的责任 在如何处理异性朋友 方面你是做的非常不到位 即使你再换一个工作的话 只要有异性存在 如果你的责任感这点不增强的话 问题依然还会发生 如果你真正让这一点成熟起来的话 再去看对这个女孩你有多少亏欠 如瞿为老师所说江山一改本性难移如果小王不愿意从内心真正改变自己迟早有一天他会落到个六亲不认的地步但好在现在补救还为时不晚而他目前要做的就是赶快跟女友结婚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否则他这个人未免也做的太过于失败而对于女孩小秦 瞿为老师又会给出啥样的建议呢 瞿为老师希望小秦好好考虑下两人的未来不说孩子就他自己心里究竟是对男友还有没有感情如果有就好好督促对方去改正缺点如果没有那就早点离开这样对他和对孩子都好 我想到一首非常经典的西洋歌曲他的歌词是说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离开我否则就是你的女朋友的心情你知道女人怀孕是他最脆弱的时候当他最需要你的时候你缺席了在他的生命中这是一个很难磨灭的记忆他开始不信任你 黄老师说的没错这是本就是小王做下的其实造成女友小秦急切渴望婚姻的原因就是小王和异性的亲密行为他如果洁身自好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但还有一点就是既然孩子已经有了他确实应该给女友一个交代都已经做父亲了应该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那说到这涂雷老师对两人的事情又有何宝贵建议呢 其实我觉得女生是走晚了应该早走你在最开始第一次他说不愿意跟你结婚的时候你就应该走因为他没有付出任何的东西他怎么可能会在乎你呢 那么有孩子让孩子来拴住一个男人就是更大的错误所以不可以侵扰了他了 事到如今选择权已经掌握在女友小秦的手里接下来就看他自己如何选择是会继续等待男友的求婚还是带着孩子自己过 都要看他自己了 5 4 3 2 2 1 去开门 爱情就是这样 如人饮水冷暖自至 希望小秦的选择不会后悔 同时也希望男友小王不要再辜负他 那么屏幕前的您又有什么意见或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